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率团访台 参加大陆企业来台投资 继两岸新兴产业合作座谈会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旅行业联谊会在台北举行 我们完全犹如如相信 两岸旅游业的深度和重 应该是大陆企业的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杨毅介绍了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 首次例会协商取得的成果 民进党智库揭牌启用 意在强化处理大陆问题能量 蔡英文抛出其两岸论述 蔡英文为何此时发表两岸论述 她不惜与吕秀莲丝破脸又是为了什么 本栏目专访中国文化大学江明星教授 带来独家观察 台海资讯前沿两岸独家试点 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拍卖食品独家剧名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概现 我是詹陈 今天将由我和台北博士的驻台观察员叶清零 一起为大家带来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清零 詹陈好 观众朋友好 我是叶清零 代表东南卫视台北演播室的所有工作同仁 祝大家晚上好 好的 我们来看新闻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 今天上午率领海协会经贸团 抵达台湾 展开访问行程 今天下午 陈云林一行在台北出席了大陆企业来台投资 继两岸新鲜产业合作座团会 陈云林在致辞中表示 陆资赴台一年多时间 进展还很不理想 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大陆企业 大陆资金到台湾来 今天下午三点一刻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和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 并肩走进会场 开始了这场大陆企业来台投资 继两岸新兴产业合作座谈会 随陈云林前来台湾的五十多位大陆企业家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在场的台湾企业家也有三十多位 座谈会开始前 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和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先后致辞 他俩不约而同的都点到了陆资赴台英明多来的具体数字 到去年年底 一共有102件大陆企业的申请案 金额有1亿3000多美金 我们只有73项 统计上还有一点误差 我们算是1亿5300万美元 陈云林在致辞中表示 两岸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 没有理由不携手共进 去年两岸经济增长率都超过10% 这表明两岸经济合作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应该在行稳致远的原则下 进一步推动陆资赴台和两岸新兴产业合作 我们两岸的中国人 我们两岸的同胞 完全能够有这样的智慧 我们已经创造过世界的经济辉煌 我们正在创造到世界的经济辉煌 我们还将继续来创造世界的经济辉煌 我身后的这座大楼是陈会长 这次赴台考察的第一站 这也是他第一次率领经贸团赴台考察交流 虽然这一次来不是为了签协议 但是意义和影响一点都不亚于 他之前来的任何一次 今天下午的这场座谈会 可以说充分表达了两岸业界 对于进一步扩大陆资赴台 和加强两岸新兴产业合作的迫切需求 可以说陈会长这一次来 就是为了创造机会来满足这些需求 东南卫视记者张磊吴明东台北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海协会会长陈韵玲 此次率领央企参访团 赴台进行经贸考察之旅 受到岛内各有意与大陆加强 经贸合作关系的工商界巨子 和县市政府的欢迎 他们都希望能参与接待陈韵玲一行 将促进经济复苏发展的活水 引到自家门前 这种心情 以台湾南部的一些县市尤为强烈 高雄市副市长李永德表示 若陈韵玲到市府访问 市府表示欢迎 陈菊也会亲自接待 而陈菊本人也表示 他不会逃避高雄市金发局 协助安排的与陈韵玲的座谈会 第14届海峡两岸旅行业联谊会 今天在台北圆山饭店登场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会长 邵其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邵其伟表示 两岸旅游业者可以进一步结合 深化旅游业合作 发展旅游业相关商机 以旅游带动三大产业成长 邵其伟表示 大陆具有巨大客源拥有13亿人口 如果有10%的人要到台湾旅游 就是一亿三千万 假如推动顺利 几年以后能够达到陆克赴台旅游 平均每年500万人 还需要26年才能消化掉 他指出 两岸旅游业者可以进一步结合 发展旅游业相关商机 以旅游带动三大产业成长 特别是农林榆木业 交通制造及医疗用品等 我们完全相信 或者说我们完全有旅游相信 两岸旅游业的深度合作 应该是要旅游大产业的合作 这两年 我们把这个情文寄出来 来研究探讨 能做的是先做 一步的往前移动 那么我们今后的产业合作 会带动很多产业的 在这个化妆 少奇伟此行率领大陆 31个省市代表团400多人 22号抵达台湾进行访问 重头戏之一 就是23号上午 与台湾旅游业者 举行海峡两岸旅行业联谊会 进行深度交流 现场有上千人参与 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 会场外 也有两岸旅游业者摆设摊位 吸引众多业界人士参观 除了坐下来探讨 两岸旅游产业深度合作 以及两岸旅行线路和旅游产品的 交流之外 这次台湾业者还为大陆代表团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 个人游的体验路线 所以今后几天当中 大陆代表团将去 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 进行一次 保岛个人游的深度体验 提前为今后的 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 做好调研准备 东南卫视界 请林方小克台北报道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杨毅 介绍了正在台湾参访的 海协会会长陈玉玲的参访行程 及其主要任务 也提到了海旅会会长 邵习伟的台湾行 在发布会上 杨毅还重点介绍了 刚刚落幕的 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 第一次例会协商取得的成果 杨毅在发布会上表示 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 第一次例会 于2月22号在台湾桃园举行 会议就两岸结合会工作小组设置 启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后续协议磋商 总结和评估框架协议早期收获计划 执行情况等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多项共识 会议决定成立 金合会第一批工作小组 全面启动了 EKFA后续协商 会议认为 框架协议早期收获计划实施 开局良好 进展顺利 成效出现 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 第一次例会的召开 是两岸双方 共同落实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 重要一步 构建了 两岸经贸领域的 制度化协商的新平台 启动了 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发展的 新机制 杨毅表示 希望双方代表 按照先议后难 循序渐进的思路 妥善处理 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 与框架协议实施后 出现的新问题 推动实现 两岸经济正常化 自由化 使两岸经济合作成果 更广泛的造福两岸同胞 造福中华民族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 杨毅在发布会上表示 将全力提供协助 帮助台湾同胞 撤离利比亚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 关于撤侨的问题 今天中国将派包机 赴利比亚撤侨 在春节的时候 埃及有台湾滞留的观光客 也是通过大陆包机 一并撤回 当时台湾有一些 不太正面的声音传出 记者请问杨毅做何评价 杨毅回答说 我们也很关注 近日利比亚部分地区 局势紧张 但是我们尤其关注 我们自己的同胞 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 生命财产安全怎么样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 采取行动 从利比亚撤侨 我了解的情况 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 已经公布了相关的紧急联系的方式和电话 如果台湾同胞有任何的需要 当地大使馆会全力提供协助 杨毅还公布了三个联系电话 一是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 有两个电话 第三个电话是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的联系电话 发布会上还提到 最近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传宗接待问题 针对台湾朋友的提问 杨毅郑重表示 大陆人民赠台大熊猫团团团圆圆的下一代 会留在台湾 另外经过两会的协商安排 已经确定 台湾同胞回赠大陆同胞的长宗山羊和梅花路 将于4月16号落湖山东危害 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台北文博士 来了解一下 今天台湾的报纸都有哪些关注和报道 清零 好的 詹诚 那么今天台湾的媒体 依然用非常大的版面来关注 这两天在台湾非常热络的 两岸经济方面的交流活动 工商时报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就非常能说明问题 叫做两岸产经搞大了 这个文章分析认为 尽管这一年来两岸的产经合作 已经开始开展 那么大陆的企业也已经可以来台设定 不过这一次海系会会长 陈云林率大规模重量级的央企团来台考察 与先前相比较台湾的接待企业 以及项目规模的对接 都不是跟以前可以相提并论的 所以两岸大规模 非常有影响力的产业经济合作 从此会正式的开展起来 台湾工商时报 今天的科技要文版 几乎是以大半版的版面来报道 中国电信董事长王小初 这两天在台湾跟台湾的电信业者 交谈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其中一篇文章叫做 中国电信针龙头台厂抢商机 那么讲的是中国电信 今年将会在台湾采购 6000台的终端机 相较于去年的4500台 是大大增加了33%之多 另外中国电信还打算 跟台湾的五大电信业者 是全面的合作 共同的为两岸的企业 和消费市场提供更好的服务 另外有一篇文章也分析说 将联合厂抬商开发海溪云端产业 因为王小初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也表示说 希望能够台湾的电信业者合作 共同来开发海溪经济区的云端产业 一起来构建两岸的CDMA 和3.5G市场的产业链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 台湾的高中毕业生 以前理工科的学生首选的科系 就是台大的医学院 所以台湾的医学药学专才 是在整个世界都非常的有名 有四位来自台湾的美籍华人 在台湾开创的制药企业 曾经是一度一起排进了 美国前十名的处方药的市场 他们被称为是美国的制药业的四大天王 由于在美国处方药市场的成功经验 他们这两年不仅是成为美国政府及台湾当局 争相邀约的产业经济政策的顾问 同时也成为台湾产业界争相合作邀约的一个对象 根据今天这个报道叫四大天王回乡创业 意在对岸来自经济日保的报道 那么这四位四大天王将从今年开始陆续的回到台湾来 来开创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那么主要共同的诱因都是因为他们看好大陆的市场 那么同时也看到了两岸今后 这个医药制药产业合作方面的巨大空间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观察到的台湾媒体的一些重点关注 把时间交换到福德链博士 赞成 好的 谢谢清零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欢迎进入香港名下节提示环节 明清党智库揭牌启用 意在强化处理大陆问题能量 蔡英文抛出其两岸论述 蔡英文为何此时发表两岸论述 她不惜与吕秀脸撕破脸又是为了什么 本来专访中国文化大学江明清教授带来独家观察 末日考察 去去逛红登区 高雄市议员振振有词 问一下那个所谓他们那边的文化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闹市里面 那你目张胆都照片都贴在外面 好的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霞新改建 民进党智库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和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 今天由台湾新境界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揭牌启用 强化处理大陆问题能量将是该智库未来工作重点之一 民进党网站公布的蔡英文讲话稿指出 台湾与大陆有共同的责任和利益 追求和平稳定的关系 掌握繁荣发展的契机 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萧美琴22号说 强化处理大陆问题能量将是未来工作重点之一 民进党智库设于财团法人新境界文教基金会 上周基金会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改组 将智库功能纳入基金会 并成立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 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 萧美琴表示 智库执行长为前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 参议人士第一种类型是基金会董事 民进党中央常务委员等 第二种类型是民进党的前政务官和学者专家等 第三种类型是民进党金明代 他说民进党智库将与世界各知名智库合作 共同研究相关议题 现在已有多项议题进行 也不排除和大陆智库合作 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对岸智库要合作的消息 最近以来围绕参选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民进党各大天王纷纷提出各自的两岸政策 包括吕秀莲提出九六共识 谢长廷提出所谓宪法共识 以及苏仁昌提出台湾共识等 蔡英文今天为党内两岸智库成立揭牌 并发表谈话 也被视为参选的重要一步 而他如何定调两岸政策 也曾外界瞩目焦点 关于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主张和动作 今天有台湾记者在北京举行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 就此作出提问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作出回应 我想我们已经多次的讲过了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是两岸建立政治互信的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九二共识 是一个客观 存在 民进党应当务实面对 好 下面马上来连线台北模式 来听听台湾嘉宾对此都有怎样的观察 请您 好的 论述 像吕秀莲的什么九六共识 谢长廷的宪法共识 苏生昌的台湾共识 等等等等 今天蔡英文也为民进党的智库揭牌 他也做了一个大陆的量的论述 那么您觉得这个时候蔡英文做这个动作什么样的含义 蔡英文基本上这样的动作表示说 我正式宣告 我要进出2012台湾领导人的地位 所以他的接牌仪式其实不仅是大陆政策 他还为自己的起身炮做个接牌动作 看得出来其实2012台湾的大选的主要辩论的政策只有一个 两岸政策 两岸政策 两岸不论在国民党在民进党 几乎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上位政策 这一点从这个天王们的纷纷表态可以窥之一般 那对蔡英文来说其实三月份左右 民进党内部就要开始正式要一锤定音 大家要决定谁未来搭配谁来选 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端出最重要的政策 也就是他认为民进党的其他人其实都看得出来两岸政策 那我蔡英文当然作为党主席一定要率先表态 所以他不仅自己跳下去做表态 同时他还成立智库 也就是整个民进党对于这个两岸政策将来未来不是像过去一样 要跟过去做挥别 在整个两岸政策上要进行大辩论 大翻转甚至会有大要紧 对我们这么一旦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蔡英文作为党主席 也是陷入了民进党2012初选的恐怖平衡当中 我们可以来信中民进党内部是两个女人的战斗 至少是叫板吕修连跟蔡英文的隔空交火 这个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像今天蔡英文为民进党智库揭牌 那么吕修连也说我也要成立大陆研究中心 你怎么看他们两个的 对蔡英文来说我是党主席 我说了算 可是对这个吕修连来说 我加入民进党的时候 你蔡英文还在你等会的这个保护之下 做一些事无关的工作 你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呢 其他男性们现在比较不敢讲话了 都蠢蠢欲动 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说民进党现在 虽然蔡英文名义上是主席 但实质上真正的真相是民进党 没大人 民进党还没有一个中心的力量 足以震慑群雄或者群慈 那在我情况之下当然大家都各斩神通了 巴星过海 各显神通 最后谁能够拍摆定案 全民调决定 那这一次蔡英文跟以往的这个不太一样 他这次呢是几乎是不惜动怒来跟吕修连杠上 那么这个蔡英文这次你觉得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一种出发点 蔡英文那会生气啊 就民进党最风雨飘扰的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天王们 女性的天王男性的天王们在哪里 我虽然是半路出家 但至少我把这个民进党这一个宗庙 这个庙顾得好好的 那你们在哪里 所以救民进党是我蔡英文 可是对这些老天王们觉得说 你只是运气好而已啊 我们没有出来 我们出来我们可以救民进党 但问题是事实把他在眼前 真的是蔡英文帮助了民进党 所以对蔡英文来讲 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承受的轻 这个时候当然是舍我其谁 因为民众对老民进党这些连孔 坦白说都有一些厌倦感 从这里看得出来 天王们之间的心结 一时在这个初选还没有拍板定案之前 这个心结在媒体上 在公开场合当中 还是会不断的上演这种争斗的戏 所以说不管是两个女人的互杠 还是说整个天王们的互杠 在整个初选结束之前 都应该还可能会杠下去 刚才加州说家中吴大人 小孩就开始闹场了 好的 谢谢江教授今天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换到辅助理人博士 江淳 好的 谢谢江教授的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欢迎记住香港民下节提示环节 复日考察 却去逛红灯区 高雄市议员振振有词 问一下 所谓他们那边的文化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闹事里面 那明目张胆头照片都贴在外面 详细内容稍送上 欢迎去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改线 据台湾某周刊爆料 高雄市议会到日本横鸣的考察团 不但晚上在饭店打麻将 其中议员蔡金燕被拍到到红灯区闲逛 对此高雄市议会赶紧发新闻稿澄清说 因为晚上没行程 语言又不通 议员才会在饭店打牌消遣 而蔡金燕本人也回应说他只是经过红灯区去了解一下红灯区的文化 在饭店打麻将到outlet欢乐购物 甚至还有议员到风化区闲晃 高雄市35名议员到日本横冰考察 但根据周刊跟拍的结果 五天行程之后最后两天行程跟市政建设有关 被人执意是假考察真旅游浪费公堂 晚上我们议员也没有安排行程 他们也没有地方去语言 也不通 所以在饭店里面 他们说我几个 我在那边稍微消遣一下 明明是考察 晚上时间议员在饭店开两桌打麻将 新科议员蔡金燕更被拍到 一个人搭计程车到日本的风化区 在秦瑟店外头徘徊了几十分钟才离开 事实上拿到成大海洋工程博士的蔡金燕 是前高雄市副议长蔡松雄的儿子 继承父亲的棒子参选议员 高票当选 不过本人强调自己是刚好经过 问一下所谓他们那边的文化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闹市里面 那明目张胆都照片都贴在外面 周刊报导这次议会考察五天行程 只有第四天跟横滨市长碰面 跟市政建设有关 住的是一个晚上要一万多块的饭店 35名议员加8名随行人员 一共花了400多万 没有一个晚上一万多 我们那个饭店住的都是普通的饭店 针对周刊报导议员考察团豪奢 议会发新闻稿否认 强调一个人团费才4万多块 家属还是自费参加 不过拿着人民纳税前到日本考察 却被拍到逛街购物打麻将 逛风化区 也难怪会引发争议 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台北模式 经理你在台北还有其他方面的讯息 要告诉我们吗 好的 张晨 在去年台湾五都选举之前 台湾的财政主管部门 推出这样的一个计划 叫做青年安心成家购房优惠贷款的计划 帮助年轻人能够提供比较低息的贷款 总共就推出了2000亿新台币 这样的一个规模 希望帮助年轻人是早早的脱离这个无可蜗牛这样的状态 但是呢 这个政策推出三个月以来呢 仅仅是带出了不到一成 而且大部分呢 还集中在中南部的一些小城市里头 所以银行的这个专业人士就分析说 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大台北地区整个房价实在是太高了 如果房价不下来呢 当局推出再好的政策跟美意呢 都只是枉然 看来呢 两岸都共同面临着这个高房价的问题要解决 有那么两岸的年轻人呢 也共同要承担这个买房男这样的压力 好的 以上是台北演播室 今天带给您的所有讯息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 好 谢谢清零 下面我们来进一栋广告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概念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和我们主持人有更多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詹诚 明天再会 你的 了